76集团军玉树骑兵连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 保留的唯一一支骑兵分队 担负着数百平方公里的安全巡逻任务 成立以来 他们出色完成了一次次重要的警戒直前任务 被誉为高原铁骑 据中国军事网12月19日消息 日前76集团军玉树骑兵连大秀绝技 军马战敌拉满驰骋雪山 跃杖 过倒 追捕 随着骑兵口令 军马驰骋雪地完成一系列高难动作 包括过火门 高速越过障碍物 遇到敌人 雪地卧倒隐蔽等 网友大呼 真格的 太帅了 骑马的汉子 拟威武雄壮 年底了 我军各军种皆开启了年终考核 近日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 某核争旅侦察分队 展开夜间多科目连贯考核 其中包括一项斩首任务 官民们深夜出动进行射击演习 像奥弹当照明灯用 这样做是为了全面检验射击人员 射击技能和心理素质 宝海某海域 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 组织导弹驱逐舰哈尔滨舰 星宁舰和导弹护卫舰 严程舰组成舰艇编队 开展实战化演练 不明海上目标出现 各舰组成射击队形多波色火力打击 空中敌行来袭 各舰调整队形 支起多维立体防空网 舰艇编队多科目协同作战 练威战 力尖兵 不管风吹日晒 在祖国的万里海江 三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不断强垮实战背景下的打赢能力 解放军时刻准备着